我们再来看看电影方面 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5月1号到5月5号 全国电影票房达16.68亿元 打破同期历史记录 包括悬崖之上 扫黑决战 你的婚礼等13部影片 选择在档期上映 覆盖 谍战 青春 悬疑 喜剧等多种题材类型 上映影片数量 票房 人次 场次等 均创影史最高记录 数据显示 今年5月1号观影总人次突破4410万 相较于今年春节当 5月1号多部电影平均票价 都在40块钱以下 头部影片效应 口碑效应 在5月1号越发明显 国产影片票房占总票房的96.49% 观众口碑显著增强